这期又是一期吐槽的视频 看到的画面是我两个月多前 6月7号 然后发的视频 在运买管道 就这一部分呢 这期视频是反攻的视频 出问题了 原因不是我这个管道出问题 而是他这个地面 看 这块地面有个坑 我的管道呢 就在前面 正好 经过这个坑 所以说 他要把它全部挖出来 来反攻 自然的我的也得反攻啊 他这个原因是 你看这个 这有个水管漏了 漏了之后呢 他这个原因 根本原因还是他这个没夯实 夯实的话怎么会沉降呢 现在是把这个 上面那个花砖已经接掉了 他把这个管道得挖出来 这一段管道得再做啊 看 这是排水 这一块也得挖出来 这个三 这个管子是应该是300的 还是350的 这个管子 这一段全部得挖掉 全部换掉 看 上面是挖出来的啊 他一下线之后呢 这个管道已经弯了 到时候现在不处理的话 那个排水排不出去 现在是人工把这个 沟已经填上了 但是整个这个地面呢 还得平一下啊 到时候得用沟机过来平 他平完打完汤之后 下一步我才再挖沟 再预买我的管道 现在是沟机过来了 把整个这块全部再平一下 看这堆管子 这有个路灯杆啊 这个地龙已经挖出来了 到时候看怎么给人家恢复吧 这个路灯不给我管 我只负责监控 我问他们我的旧管子呢 有个人说是勾机勾出来的时候 直接把那个管子勾出来了 直接就扔掉了 这个管子倒不长 两根就是八米 我现在是等它平整完 然后三七土把它夯实 夯实之后 我在在这上面再挖沟啊 现在不能直接买管子 因为它还要打夯嘛 看现在是在它打完夯的基础上 我又挖了一道沟 然后呢 挖完把我这个管子放进去 好在毁坏这一段啊 只是管子到前面那个墙角那 没有地龙 不然的话很麻烦 这是两个管子 比划完之后 直接从这多余的剪掉 剪掉之后 中间那个接头啊 粘一下 这块呢 是直接塞到这个弱点井里了 还是以前那个孔 这个孔 看直接进来 现在是在粘这个接头 两边都要磨点胶 先是接头上磨胶 然后是管子上磨胶 这个管子是三二的PVC管 刚才看到的路灯管子也是三二的PVC管 这是预留的啊 到时候用不用还不一定 但是一定要先预留上 粘完之后就把它放到这里 这是墙角这块 这是一个大弯 三二的大弯 预留就是预留的接头就在墙角啊 到时候直接出来地面50公分就可以了 好了 粘完了 把它放进去 下一步就是回填 这个没啥技术含量啊 这个布线啊 穿管啊 这就是你看一遍都会了 就是费事 反正小区里干活就是这样 不确定因素很多 像这种反攻也是很常见的 干过小区的都知道 这期视频也算水视频吧 你看我脸都不敢漏 这个没啥技术含量嘛 现在是你看画砖已经铺上了 但是这个路灯这块呢 我没发现地龙啊 地龙怎么没跟人家预埋呢 看它到时候咋办吧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